美国瞄准南亚两亿美元背后有什么战略算计呢 近日美国向孟加拉国提供了两亿美元的援助 表面上宣称是为了支持该国的改革和发展 但其背后的目的显然远不止经济援助这么简单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 美国在南亚的活动通常伴随着地缘政治目的 尤其是在当前全球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环境之下 援助的背后首先要说的是美国空手套白狼的操作 孟加拉国临时政府曾抱怨大量资金在过去15年里 被非法转移到美国的金融账户中 金额高达1100亿美元 美国提供的援助反倒是利用掠夺来的财富 产生的利息进行的资助 这种空手套白狼的操作 不仅让美国继续攫取着经济利益 还通过控制资金流向 进一步干涉孟加拉国的内政 历史上美国就曾借援助之名在多个国家制造颜色革命 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权更迭 孟加拉国显然也是这种策略被算计的对象之一 其次美军基地正在谋划之中 战略意图更加明确 除了经济上的援助 美国显然有更大的战略企图 圣马丁岛是一个敏感的地方 控制该岛不仅可以钳制孟加拉国的主权 还可以作为军事基地 影响整个南亚及印度洋地区 对美国来说 控制这个岛就意味着可以对中国西南 缅甸以及印度马六甲海峡产生战略威慑 这对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布局有着重要的意义 早前孟加拉国的前总理哈希纳 因为拒绝提供圣马丁岛给美国作为军事基地而被推翻了 表明美国在该地区的野心由来已久 最后我们要看美国分化中印的企图 这是美国的双重战略 美国不仅在孟加拉国试图插手 还希望通过在该国的军事存在 同时对中国和印度来施压 对于美国而言 印度作为未来可能影响全球地位的力量 不能完全失控 中印两国近期在边境问题上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华盛顿希望看到中印之间持续存在的紧张关系 它可以从中逾利 通过孟加拉国这个条版 美国可以打击印度的自主性 让其在地缘战略上更加依赖美国 同时在孟加拉国建立军事存在 也是在为未来可能的中印冲突埋下伏笔 美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削弱中印两国的影响力 那么以达到牵制两国的目的 但是美国的霸权也有它的困境所在 那就是金钱买不来忠诚啊 你看尽管美国通过援助和军事部署想掌控局面 但其方法的短视和功利性也让它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区区两亿美元显然不足以买来孟加拉国的长期忠诚 美国的这种手段更多的是制造短期混乱和对立 而不是为当地的长远发展考量 相反 中国在孟加拉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中国通过实际行动促进了当地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美国瞄准南亚的战略意图 表面上是为了推动什么地区稳定与发展 实质上不过就是想通过经济和军事干预 进一步推进其全球霸权的布局 中国的外交策略则是合作共赢为主 不干涉他国内政 也不通过军事手段进行威胁 正如新加坡防长黄有红所言 中国奉行强不直弱 富不辱贫的外交理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世界将看到美国与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的差异 美国的霸权地位必然会随着这种短视的操作 加速衰落